今天早晚要來跟大家講 我們平常在吃的鱈魚 要怎麼分辨它的差別 很多人一定有 第一個問題呢 是什麼是鱈 對不對 好 那其實呢 鱈魚呢 在台灣呢 答案就是 它是一種俗稱 那什麼是一種俗稱呢 就是說 我們很多白肉魚都會把它稱之為是鱈魚 那在英文名稱叫做 鱈 鱈就是鱈魚的意思 可是在到了台灣之後 我們就會 很多的白肉魚都會把它當作鱈魚在賣 所以你會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種的鱈魚 那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很多人會說 市面上常見的一些鱈魚 到底有哪幾種呢 那其實我們常常在市場上面看到 大概有這 主要這四種的鱈魚 那第一種呢 就叫做圓鱈 第二種叫做扁鱈 第三種叫做龍鱈 第四種是 雪斑魚這個名稱比較少看到 那什麼叫做圓鱈呢 真正的鱈魚呢 其實是長這個樣子的 你看牢外多有趣 它其實是跟我們想像中的鱈魚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圓鱈 那這個就是圓鱈 跟剛剛看到的這個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那圓鱈呢 它其實英文的名稱叫做 Chillian Sea Base 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種鱈魚 那大家會因為說 鱈魚跟鱈魚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Cod這個白鱈魚呢 在台灣是一種 鱈魚就是一種白鱈魚的俗稱嘛 所以就算是鱈魚 我們也都幫它當初是鱈魚 在台灣的市場上面賣 所以我常常看到 這個圓鱈這是最高檔的 那其實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呢 就是 鱈魚 就是我們講的龍鱈 那龍鱈呢 它其實有另外 英文名稱就叫做 Oil Fish 那鱈魚也是很常見的一種魚 可是鱈魚其實我們 人不能吃 為什麼不能吃呢 因為它裡面有蠟子 那蠟子是拿來提煉做工業用油用的 就是 這種魚其實它的 油脂對人體是沒有辦法消化的 其實有很多先進的國家 也是都是禁止進口 而且禁止人類食用的 那可是因為台灣的博物量非常非常高 所以會很容易在市面上面看到這種魚 那 這是魷魚的樣子 大家 大家可以去比較看看 你看 跟圓雪是不是長得非常非常的像 它其實有 其實它在外觀上面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我們常常在市面上面 因為它把它切成肉片 肉排的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就分不出那個差別 這是龍雪的這個照片 它切完就像這樣 那其實它要怎麼分辨呢 其實就在它皮膚的那個地方 待會再來跟大家解釋 那再來是扁雪 那扁雪呢 其實它的英文名稱叫哈利板 它是一種大象的比目魚 那這個比目魚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這個潛水膚 跟這個比目魚幾乎是一樣大 大家可以 這是人 然後這是比目魚 所以 會發現說 這種比目魚其實是非常非常巨型的 那它其實就是 切完之後會長這個樣子 這也是我們現在在賣的一種 市面上很常見的一種鞭雪 那最後一種呢 是雪斑魚 那什麼是雪斑魚呢 其實它就是巴薩 巴薩在東南亞地區 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養殖的物種 那其實它的 英文名字呢 除了巴薩以外 它其實就是 俗稱就是Catfish 那什麼是Catfish呢 其實就是碾科魚類 那碾科魚類呢 它的肉切下來其實也是白色的 我們比較常在市面上看到的 這種白色的肉排呢 它有可能是講巴薩 有可能是講多利魚 這其實都是同一種魚 但是它都是一種俗稱 那這種魚呢 也是我們常見的 會替代雪魚的一種肉片 那再來呢 接下來一個問題呢 就是到底我們建議 吃以上的這幾種 魚裡面的哪幾種呢 那我們剛剛講 一共有這四種對不對 那第一種圓雪的話 它是最貴的 一台金在市售幾乎已經超過900多塊了 那這種魚呢 因為它是比較近日塔 頂端的魚種 所以呢 它其實比較容易有 中金屬汙染的一些風險 那它是比較不建議食用的 那也是高檔鐵板料理 它們會用到這種 那第二種 扁雪呢 其實是最建議食用的 因為扁雪的話 它的產量比較相對 所以穩定很多 那第三種呢 是龍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魷魚 是汽油的油 不是油體 不一樣 那龍雪的話 是不建議食用的 因為它的蠟子實在是太多了 比例超過20% 那第三種呢 雪斑魚其實也是可以吃的 而且也是最便宜的 那這就是我們外面 常看到的一些巴薩的魚 那大家會問說 欸 到底有什麼 什麼是真的 為什麼大家 會用這種不同的名稱 去分類這些雪人 那 為什麼叫圓雪 因為它切起來的形狀 很像圓形的 所以它就會叫圓雪 大家會用形狀去分別它 它 什麼是點雪呢 就是它切起來是斜斜的 就像這樣子 都是斜切 所以我們都稱之為它是點雪 那龍雪就是我們自己取出來的名字 那最後呢 就是祝大家 排風天 平安在家 還有 雪魚 其實有很多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雪魚 那在這邊的小家事 教大家怎麼分辨 再見